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 那如今全球的总确诊病例已经将近1326万宗 单单是过去五天内就暴增了100万宗 速度惊人 眼看疫情逐渐恶化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师唐德赛呢 忍不住感叹说 有太多的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他表示新冠疫情呢 依然是人类目前的头号公敌 但很多的政府还有民众呢 依旧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去对抗疫情 那这样下去的话 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在2月3月份 一度是新冠疫情镇央的这个欧洲国家 目前大多国家呢 因为疫情趋缓 选择进一步开放 但为了有效防止第二波疫情 英国 法国 还有德国等国家呢 都纷纷采取了更严厉的防疫策略 其中包括了强制民众在公共场合 承达公共交通的时候呢 戴上口罩 否则就必须要缴付罚款 一些国家甚至考虑要求 民众必须要在室内戴口罩 尽管英国目前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 累计高达四万五千人 人数高居欧洲榜首 但随着疫情放缓 走上复苏之路后 英国政府最近颁布了 自疫情以来最严格的口罩令 防堵疫情反弹 民众未来一旦进入商店或超市 就强制戴上口罩 否则将被罚款100英镑 而首相约翰逊昨天在出席活动时 也开始以身作则戴好口罩 除了强调佩戴口罩的重要性 约翰逊也不忘在活动上 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并以触碰手臂的方式 跟民众打招呼